在新庄地区呢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防火象工程 都已经陆续的完工了 而全新的防火象呢 不是比较宽敞也比较干净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民众 习惯性的把垃圾丢在防火象 造成环境的污染 因此呢新庄建幅里的里长 特别提醒大家 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 不要再把垃圾丢到防火象了 新庄地区许多防火象工程 现在已经完工 防火象不像以往狭窄肮脏 不过仍有许多民众 将垃圾由上往下丢 造成环境污染 新庄的建幅里长表示 虽然有派志工前往捡石垃圾 仍然有民众违规乱丢垃圾 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 不要再乱丢垃圾 我们基督里哦 污水哦 防火象哦 它就都很好 尤其是哦 我们后边哦 防火象都有那个 天然家属 希望我们老板也好 老板也好 我们这种粉色哦 还是本色哦 千万不要骗子 或骗子 相关单位表示 如果在防火象内 随意丢置垃圾 会触犯法律 能够对于乱丢垃圾的民众开罚 里长表示 切勿以身释法 做生哦 垃圾哦 这样卫生就很厉害 因为我们有志工哦 每个星期都有民众里扫 都有一些粉色 本身有很多 希望我们祝福 不要亂不怕 老板也好 老板也好 防火也不要怕粉色 希望这点哦 我要求大家 大家为了我们的安全 不要亂不怕 建福里长表示 返回功德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民众没有功德心 造成环境脏乱 受害的还是说 居住在此地的民众 如此害人害己 实在为不治之举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记者认识